哈囉大家好,我是哲 現在時間呢 是早上六點半 那我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錦州街 那可能有人好奇 錦州街在哪裡 在台北市的臨聲北路 聽到臨聲北路 可能有人會覺得 欸,我這麼一大清早 就在這邊的巷子裡 是不是昨天跑去哪裡壞壞啦 是不是跑去泡酒店 我跟各位講 沒有 我最近生活非常單純 我下了半週去洗車 洗車之後 我在大家合併跟我撿片 撿到一半 大概兩三點之後呢 我有一位知心的好朋友 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問我說 欸,要不要來拍一個企劃 然後我想要什麼企劃 他說我們早上六點半吃個麻辣鍋 那吃個麻辣鍋這一點呢 真的是非常的誘人 而且又在早上六點半 這種奇怪的時間 但是我最近的工作比較忙 所以時間比較難都有上 那我就說 擇日不如撞日 那我們今天就來拍吧 那原本預計大概六點到六點半集合 現在很明顯的只有我一個人 那我剛剛怎麼打電話呢 都叫不起來 那我想說來就來了 那不如我們就自己先上去吃吧 但是我會覺得基於道義上呢 這是他的題材 那我們乾脆還是 不要上去吃 好吃的吃到飽麻辣鍋好了 但你們可能會想說 那我現在在拍三小 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三小 但是我覺得 我應該去附近找一間早餐店 好好的給他試一下 因為我從昨天下午吃完飯之後呢 我就沒有吃飯 原本昨天半夜要去吃晚餐的時候呢 他跟我說要拍片 所以我就忍著 到現在都沒吃飯 那我們現在去隨便找一間早餐店吧 要吃早餐嗎 好啊 好 要吃什麼 豆腐膏加蛋飯團蛋 欸有菜單嗎 有 上面 哦 有小籠包哦 有 他是包子的還是糖包呢 他包子的 哦包子的哦 欸那我要 培根蛋餅 豆漿 豆漿喔 冰的要 冰的 好 好 要外帶嗎 NA用 好 然後我還要 煎餃 煎餃 對 然後再給我一個油條 謝謝 OK啊各位 剛剛在外面拍開頭呢 拍到早餐店老闆娘問我說 欸要不要進來吃早餐 我想說 啊 來都來了 既然不要跟我的好朋友搶題材的話 那乾脆找一間早餐店 那剛好老闆娘生出了橄欖汁 那我們就進來了 那我剛剛點了一杯豆漿 黑根蛋餅加油條 還有煎餃 大家應該沒看過這種蛋餅吧 蛋餅包油條 裡面還有培根 哦 超香 它配的很好吃耶 我真的從來沒吃過這種類型的蛋餅 很厲害 太好吃了 最好不喜歡喝甜的豆漿 在他們家的豆漿很好喝 而且喝的出來是真的是用膜的 哦謝謝 謝謝 哇 煎餃 超香 有6顆 超脆的 而且爆漿 好燙 太正點了吧 是早餐店 然後某方面來講 我要謝謝我的知性好友 就是因為他沒有來 所以我們找到一間很棒的早餐店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皮膠膠的餃子 很好吃耶 就是有點燙 真的超推 超好吃 真的超讚 謝謝 好 謝謝 真好吃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OK啊 各位 現在吃飽了 現在是7點15分 剛剛呢 我的知性好友呢 還有蜜蜜 大家很誠摯的跟我道歉 但我覺得 賽翁師嘛 言之非福 只是沒跟他拍到這個企劃呢 但是我們找到一些很好吃的早餐店 啊 我們真的要感謝李傑 我們真的要感謝我這位知性好友 因為他睡著 所以我們找到很好吃的早餐店 我們要感恩喜福 好啦 那今天這一集 幹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下一次 我們真的有辦法跟我的知性好友一起拍片 那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 今天 發生了一些事情 本來呢 要跟我們 子恆去拍影片 但是呢 一個不要小心 斷片 反正睡到了我們這個約定的時間 導致於說 我現在是睡過頭的狀態 那 子恆呢 跟我說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改天再拍就好了 他在附近找遲的 那我還是對於這件事情 非常的抱歉 所以 在這邊 鄭重的跟我們 子恆說一聲 對不起 實在是很抱歉 那我們以後 絕不會發生這類型的事情 坦白再發生 我直接給你扁 好 那 大家就這樣子 那最後呢 這跟子恆說一聲 對不起 對不起